前面車身是整個貼的 就差不多流這樣宰宰的 花裡充滿無奈 因為自家門口被車輛整個擋住 人要擠身才能外出 更別說是機車 什麼角度都被卡死死 說話在花蓮新城鄉一出巷弄 27號凌晨有駕駛 貪圖方便 連停在別人家門口 屋主找來找去 就是沒有看到車主的電話號碼 以氣直下留字條並報警 最後警方依車牌聯繫到人 但對方看到上面字條直接炸鍋 他就講說 這字條是什麼意思 我要告你們 然後就上車就走了 我承認我的用字顯示很尖銳 因為我們是真的有需要一些很生氣 找不到人 原來屋主女兒發燒 老婆要產檢 認為對方擋住出入口太缺德 還用布亞字眼開嗆 事後PO網討公道 說車主要告他恐嚇 希望大家評評理 沒想到當事人也在貼文底下回應 承認自己亂停車不對 但車內明明有留電話 要屋主別顛倒是非 雙方就在網路爭論不休 關於此部分本所上未接到相關當事人提告 為了一時方便堵住別人家出入口 警方也將依道交條例舉發 最高處一千兩百元以下罰還 不過屋主的字條用詞不當 恐怕也涉及公然侮辱 停車糾紛有話好好講 可別傷了何氣還讓荷包大失血